就在今天 印度的一座城市 市民清朝出动 占据了整个恒河河面 所有人只为一个目的 那就是捕鱼 在印度的东北城市 加尔各大 每年的4月 都会举办一场浓重的捕鱼节 在这一天当中 人们会带上各自的捕鱼装备 然后各显神通 随意地捕捉河中的任何种鱼 当然了 便于除外 这个节日 据说已经有着800多年的历史 一般都是在3月或4月的 某一天举行 宗教长老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 然后呢 在吉日中将捕获最大的一条鱼 供奉给女神Dava Dava是一个保佑将女的神 因为在随后的4月和5月 天气会变得干燥少雨 这会很是影响随后的春波 这种捕鱼节 往往是以敲打传统的木骨为开始 木骨会发出Matcher Matcher的响声 也就是硬地鱼 鱼的意思 空边沿着 中风 水 炸 tant 冬天 前邀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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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印度也是有近鱼期的 在这之前 很多喜欢捕鱼的人 早已是憋坏了 往往都是盼星星盼月亮 就盼着这一天了 传统的捕鱼方法 是用一种藤条编织的锥形鱼篓来抓鱼的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 现在的印度人 更愿意用鱼网来抓 因为鱼网不但轻巧 而且面积还能可大可小 就像眼前这个大哥 他就选用了一个最大号的鱼网 那个是一栏子 都一个人 在天哪里 在冠火里小沙 我李宗监 这大概是一篇 我要再画一张 我来说 要来看 我去试试 我来自然 这只能看 人太多 水中几乎只 剩下了漏网的小鱼了 你们喜欢这样的捕鱼节吗 我们喜欢这样的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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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小伙去山东留学 机缘巧合之下 学到了手撕饼绝技 回到印度后 继承了祖传的百年美食老店 两厢结合 创造出了让所有人都无法抗拒的美食 小伙拉蒂尼 前些年在我国的山东留学 虽然他的奖学金很是丰厚 日常的消费 早已是绰绰有余 要是像其他的印度留学生那样 悠闲地追求几个女朋友 玩耍中度过几年的大学时光 也是问题不大的 但拉蒂尼却没有这样做 由于他长期受到 家中商贩思想的熏陶 使得他满脑子想的 都是怎样赚钱 于是呢 利用课余时间 拉蒂尼竟然学会了 制作手撕饼 据他说 学习这个手撕饼 完全是因为这个手撕饼 和自家店做的手帕饼很像 所以就想办法学到了 后来毕业回国 他的医学专业 本来是去做一名医生 但是赶上疫情 家人担心他的生命安危 于是就让他接手自家的老店了 他家的老店 做的是这种叫做 Kosu Parrot的南印度杂汇 本质上就是在香辣的马沙拉中 烹制手帕饼碎 顾名思义 而Parrot就是炒和切碎的意思 而Kosu则是调味混合的意思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炒饼 只不过印度的炒饼 会更加稀碎 这道美味的诞生 就是源于印度人在处理厨房剩余食物时的一种足智多谋 无论是米饭烤肉还是其他什么样的生菜 往往都可以被混合进来 与我们拿上饭来做蛋炒饭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有着异性的烤饼 有着异性的烤饼 想终于你的烤饼 在凉什么地方 没有裂、没有裂 有着异性的烤饼 没裂、没裂 在这个烤饼 有着异性的烤饼 有着异性的烤饼 在这种烤饼 作为年轻人 拉蒂尼很是具有头脑风暴 他感觉把自家传统的手帕饼 换成自己所学的手丝饼 口感或许更好 再加上印度现在流行中餐 加上这样的中国元素 一定会很火爆 没想到效果确实很明显 生意越来越好了 有点赞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说起来 虽然这道菜在印度更为知名 但它却是起源于斯里兰卡 可这已经不重要了 你们想不想品尝一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